好 双方的上半场比赛 正式开始了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 2082年开大时的A 第二周期 选择在第二阶段 中央队和关导队上半场比赛 正式开始 中央队身穿白色的球衣 关导队双参差 升蓝赛的球衣 今天比赛开场之后 中央队上半场比赛速的进入到他们在赛程热身时的 连练着这种防守阵型大陆 中央队呢 其实也在这场赛热身时 进行了非常密集的前场的压迫围起 以及传续配合 现在就看球在中国的脚下 控制权在中国的脚下 中国队能不能够在控制节奏的情况下 开始很好的拉扯对他的防线 走的吴清涵 到主张身上 这场比赛 中央队虽然在实力上 对对方有明显优势 但是毕竟20队员没有打 这个级别的正式比赛 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 首先 中国队的这些队员 也要释放到自己身上 不应该背负的压力 他们的水平正常发挥出来 这场比赛应该不会有差弹难度 这是右边路唐淼和金星道之间一次配合 因为今天关导队这个战术 他是打五后卫 但是他边后卫 边翼卫 助攻的幅度 刚才这个阶段他压得比较靠前 所以在身后还是有一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就是金星道 需要他利用的 对手的身高不是特别高 所以角球定位球也是中国队的一个主要的得分手段 这还是有身高的绝对优势 尤其是对方在采用人丁人这种定位球防守战术的时候 中国队的身高优势体现的还是比较明显 蒋光泰其实刚才争顶的难度不大 他也有充足的调整的连续审核这个球的进攻方向 稍稍的天理 从开场之后这个站位来看 中共队应该还是打着一个菱形中场 4-42的阵型 吴磊 埃克森今天是双前锋 在中场 吴希是打在后腰 张希哲是前腰 一左一右分别是吴兴涵和金星道 后方线是四后位 右边是唐淼 两个中位是张林鹏 右中位 左中位 拿球的蒋光泰 左边后位是王神超 这个比赛对李铁教练来说 他的比赛计划非常重要 好了 观众朋友欢迎来大家继续收划 为您所带来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比赛 由于前方的信号的传出的问题 现在的解决战士由在北京的演播室 由我和工领事长为您所带来 这场比赛关岛来对阵中国队 刚刚通过中国队应该是上场比赛 开始到现在以来已经是第二个脚球的机会了 关岛队应该采用人丁人的这种防守的策略 在身高上我们是拥有绝对优势的 来看这个球 就传进来前点 看有没有手球 刚才这段时间咱们在高野避抢呢 也是比较积极 压制了对手反复的进攻 还是吴欣函 再传进来 这边呢到后点 应该如果没有出界五点还可以拿到 比较踢时间纯重 到出界了机会 比赛打了四分半钟的时间 中国队呢 一直呢是围着关岛队呢来踢 而且呢在两个脚球分别在两侧呢 是采用了不同的这种 发的不同的这种战术 落点呢是不一样的 脚球啊还有传承球啊 两个就主要找阿尔克森 但是在脚球当中啊 助攻上来的蒋康太这个中备 他没有回去 刚才是也是让阿尔克森投球 百度点给蒋康太啊 他打的时候这球没有打成力量啊 这是咱们开场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了 你看关岛队呢 他现在后场的形成也有时候啊 形成一个六个最后一条方向线啊 他打一个六三一 七日阶级战位呢 他是比如说他打三个中位 或者说两个边一位啊 他回收啊 回收深度上啊 在最后的一条方向线 形成六个人 今天呢 吴兴涵呢打在左路 他是一个右脚的拳 更多的时候 还是利用他内切的能力呢 然后为左边后卫 王成超上来之后 能够提供更多的空间 塞 漂亮 同好 有右脚了 而且在唐淼和吴磊在右路的配合呢 刚才唐淼 吴磊 包括张锡哲 形成三角啊 立体的进攻当中啊 唐淼在边路拿球 张锡哲来接应 或者说内切 嗯 后插上 这就呢 再传给吴磊的时候 唐 首先是唐淼啊 在边路插上的时候啊 形成了越位 其实在开场阶段呢 我们能够更多的压制对手 而且呢 在对方拿球啊 防守 右手转攻的时候 第一瞬间 很好的能够行动高一鼻抢 现在基本上 当我们的关岛呢 在进攻当中 没有任何的攻势 嗯 由于呢 关岛队呢 整体的防线的收得比较靠后 所以呢 在中后朝我们控制到处 除了两个中卫 张林鹏和蒋光泰之位的话呢 就是后摇无锡啊 三个人形成一个向前推进的一个体系 是 包括无锡的位置呢 可以更多的参与进攻啊 对方呢 基本上 他的后方撤得比较大 就是打反击的话呢 远离我们的球人 我们两个中卫啊 适当的可以上来一下啊 天堂当一个后标来试 好球 好的 远离应该是有个越队 现在咱们几个中场 是三个攻心中场 或一方中场的 张希德和金星道 现在他们更能够靠近 咱们封线上的队员 后插上和在边路做配合 那今天比赛的场地呢 是相当的不错啊 比方说草 草皮的这个密度啊质量也是不错的 刚才这球我们应该在中后可以空一空 看球就能够抢下来 所以漂亮 实际很好 这五里可以 选择往里内切 但是第一个步点这个特好啊 看专门球 观察了一下再传进来 比赛打这八分钟的时间呢 中卫队呢频繁地利用两侧啊 在两个边路形成这种传统的机会 在团队这边的机会 蹭了一下 还没有意识到 还是给边 他现在整体关岛的阵型啊 比较乱 关岛队呢在防守当中的时候呢 甚至很多的时候形成六人的 这种防守的体系 那么也是使得我们中队呢 在这种下底的船中 这种倒三角的船球呢 可以落到比较深的这种 靠近底线的一个区域 是 现在吴磊的位置呢 是在两个中央和四的后卫 圣前街啊 这个这个无锡 现在吴磊呢 也是撤回到后卫来街 因为对方呢 在后方线比较密度啊 比较大点 我们可以啊 先有耐心的打打传控 蒋方太 唐磊这次呢 他的传球 还是啊 事项相当高的 好球 球传进来 又是一个脚球的机会 到了球队时间的十分钟 能看出我们整体的控球优势啊 还是比较难 而且两个边路呢 传球球的气候很多 唐磊在右 一旦在走路呢 一旦有机会 传球球也比较坚比了 现在就我们找点啊 一个包超队员的时间转动车 是要稳的 但是还是前点 还是前点 第二号球 第二号球 下轮中还有 张启哲 进行到接 打后点 来到后点 应该点回来 投球 如果这球没有阅位的话 吴磊好像这球啊 打到左脚这个高度啊 让他很难发上力 现在我们逐渐找到了 这个进攻啊 包括投球过度啊 几个点的这种 他进攻的感觉 感觉现在应该离进球啊 第一进度还是越来越近 还需要耐心啊 需要打着耐心 加上成功率 基本上呢 在防守的阵型上呢 观导队呢 收得非常的深 对 你看他现在呢 后防线 刚才看到六个人 三个中央 有变化了 好球 张启哲 他发在中间 又是一个脚球的机会 你看 最起码这十分钟的时间呢 中共队呢 除了边路的这种下底的 到三角的传球 或者是唐秒的传中球之外的话呢 还有进攻套路 就是从中号场直接打身后 对 需要这个前腰队员呢 有前叉 对 张继德 右脚 还是前点 还是前点 好球 翻转下来 后点 后点 传进来 再过一个第一点就好了 他五磊那手势设议啊 一个戳一个过顶球 后边的五磊和埃克森 两个队员呢 都属于啊 没无 无人防守的这种状态 今天中国队的这个先发的阵容来看的话呢 在后腰这个位置上呢 上无锡 无锡呢实际上有非常强这种前叉的能力 前叉的能力 而前腰的位置张继德 张继德又是一个创造性非常强的球员 包括呢在两侧 唐秒和王晨超 两人的这种成统球 实际上呢是中国队呢 制胜的武器之一 啊 啊 小汉这边相迈呢 控制度优势很明显的 对他不然呢 对比方当中啊 从 啊 把无锡的面围转抢了 对我们的高度的 属于要紧张的 不是说这种 这个心态的紧张 是我们现在要终于打开局 把我们的进攻的 线路套路打出来以后 终于尽快有第一个进球 今天的比赛呢 是林肯主长的首场 正式的这个 这个直教国家队 这个比赛 所以说呢 林肯主长的 这下这支球队的打法 它是占出的体系 今天的比赛 实际上是我们要 继续地去来看一看 是 对方六个后方线 最后方线 我们在前面有四个队员 也是站在前插的位置 唐苗 身体的对抗 中场有前插 两个边后卫 但不能说 因为打四个后卫边 因为他现在呢 压得更上靠前 就是右边的唐苗 左边的吴星函 都可以当边风 两个边风来使 嗯 郭导队员也是刚刚呢 经历了 主帅的更换 对 韩国主帅的新军家 5月20号刚到位 这个 这名韩国教练呢 曾经也在 江苏苏宁 对他就能问 当时也是啊 中教练 整方态 就我们说这个比赛看什么 包括看整个球队在 主教练在比赛之前的预示 今天呢 相信李天之导呢 包括整个教练团队 是可以预料到 郭导队今天的比赛 是一种完全的回收防守 打反击的这样一种状态 吴星函在编络 就反过了 造成了郭导队队员的犯规 像我们小夏的频率啊 包括接边球的速度啊 明显啊 比对方快 对方呢 现在他在有体能的保证下呢 还能跟着他节奏 所以现在呢 我们要打成功率 不断地消耗对方体能 用球来和跑动 对方消耗对方体能 那一旦他体能下降 跟不上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会有更多的 传控和射门的空间了 来看一下前场的 地位球 还是张旭招来提 张旭鹏和蒋华泰两个中备 都是同时让艾克森 高点 还是前点 一来 这就太靠近门将了 门将将球没收 在我们大局进攻的同时呢 也要防对方的反击 你看这手门发球呢 就是很盲目啊 前面可能官场队员呢 也不抱太多的资信 在进攻当中啊 他们有更多的火球拳和进攻的机会 所以现在呢 我们要有耐心 防守当中很清晰的 一个631的一个防守阵型 是小金的前叉 再给 唐淼可以靠 后边有缠啊 这个脚上这些小动作还是比较多了 所以唐淼也不会是一些重心 15号是关大队的立昂森本 在我们不断的增加脚球和进攻球的刺激同时啊 现在要一个是 点发准 再要呢就是 要看对方啊 现在逐渐发了他手援出击的范围和防守队员的所站的位置 要有一些变化 队员的圆圈很年轻 刚才呢赛前暴露的时候已经为大家做了介绍 像刚才的立昂森本呢 也只有19岁 这边呢又是一次电影球的机会 还是张锡德来助力 来看看张锡德的事啊 吴兴涵啊 来帮助他做一下挡拆 挡拆 传进来 有机会 好球啊 王山昌呢在球内呢 脚球定位球的时候呢 他是负责拖在最后面 像这个球呢就确实呢 是需要用更快的速度呢 先处理掉 否则的话呢 就是关了对一次反击的机会 其中咱也看到啊 关销队比较被动来大局面呢 也在场边啊 赶紧走来 领用边线球的机会跟队员沟通一下 这一侧挤压的时候 唐淼呢自然的往里收啊 现在呢 边后卫也当啊 中场员上去以后呢 可以当啊 后腰和边填尾 好球 这球倒还是像 吴磊和埃克森之间呢 两人做一次强势的配合 基本上 不用犯规 基本上在前面没有接应点 很容易就把球权夺回来了 埃克森 吴磊 同时前叉 后边吴敬海要冲突的调整时间 我就看拿球呢 是要突一突的 在王力良 最后这一项稍稍多了一些 吴兴涵的这种特点呢 他实际上还是应该把它定为 是一个突击手 拿球之后呢 在脚下呢 形成这种一对一的这种 个人突破 是他更喜欢的这种踢球的方式 冠岛队三条防守线 都完全推移到他的35米之内区域 就是防守三区 现在先报告 先对方没有 第一下先不让他能够直传 让他破坏他的反击 好球 再走 对了点球 很明显 很明显 对了点十八分钟 你看这一次就是丢球之后 我们迅速的反击 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 抓对方犯错误的机会 所以刚才我们进攻没有成功 当对方有手转攻的时候 我们看对方刚要拿球 封堵他的传球点 咱们有五个队员 这件五个队位 对五个队员围住对方以后呢 快速的多位球权以后 一个直c前叉 利用五蕾的速度 出脚快 造成对方的这种 出脚慢的进去的犯规 点球 雇佛的固容之一 雇佛的点球 这个时间呢 也很关键 长期时间呢 还不到就二十分钟吧 再看能不能打进吧 希望在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呢 先打开局面 接下来比赛的好打 来看乌磊 乌磊要来主罚这个点球 面对关岛队的门将结业 搞动 打门 咬完了 下了 1比0 上半场比赛了20分钟 中国队呢 凭借着乌磊的点球 取得了今天比赛成的第一个进球 打得很从容 很有自信 对方手边也判断了 错了方向 他其实这几年在西班牙 尤其这个赛季过得并不容易 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 第一个进球的出现 会帮助中国队在很大程度上 包括今天首发的 首次代表国家队的蒋光泰和吴星函 像这样的队员更好地放松下来 也会让国家队接下来的进攻运转的 更加从容一些 对手是密集防守 那么我们在这个控球 尤其是控球率 传球次数在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 怎么样利用好这样的优势 怎么样能把这种优势转化为进球 转化为胜势 同时在对手 来看一看 这次是关闹队的反击 查瓜拉夫 他反抢没有成功 中国队这个时候有一个 快速进攻的机会 但是并没有着急 张希哲在回敲 球权还在中国队脚下 所以裁判没有吹停 尤其是吴磊 投球 运气稍稍差了一点 点找得不错 但是进攻的层次 这次进攻的线路还是非常清晰 中场无息的转移 随后基金道并没有把这个球打到底线 而是在这个45度 或者45度更早期的这个位置上 把球传到了后点 就是你打法的变化一定要更加丰富 这个变化其实我们已经逐渐的 开始在向中间找机会了 一定要抓住对手在防线 并没有组织好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 所以在这个 一个是控球的这种战术 一个是转换这种战术上 中国队这20分钟的比赛 应该说发挥的还算基本正常 但是我们希望把握机会能力 再强一点 无息 张锡哲 还是斜向45度 打三名中卫身边的那部空档 对 但是想办法要 这个球啊 全球还是要越过艾文斯这个投页 这个还是很关键的 因为他的投球能力还是比较强 但是在无球的这种 给对手的这种压迫下 看看 显点艾克森 应该是一个小球 在赛程上呢 中国队在这个组接下来的比赛 是一个由弱到强的过程 所以这场比赛打关岛呢 一方面分数和进球数 我们要多争取 但关键还是这场比赛 要把积攒了20个月 我们所抑制的状态 重新激发出来 唐淼在船中试一次 二点球的机会物类调整 这次中国队在角球的战术当中 是做了一个配合 但是这次是场边 当时是唐淼跟主教练李铁 有一个眼神的教练李铁 马上是一上前接应接应 随后出现了这次战术角球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沟通模式 大家心领神会 赛前把方案也都做足 非常聪明 对 吴兴涵对着对方的击涂关 现在吴兴涵这一侧 其实他有很多一对一的机会 到底是船中还是强突 其实他自己还可以 多做一些选择 张继哲 这个球虽然停球出点失误 但是这种对角线的拽移 大分别的拽移 必须要多打 这个是必须要多打 你只有这样的话 才能拉扯开 关导队的这种防线 对比赛的这种准备上 应该说中国队 还是比较成准 中落 吴兴涵看了看 没有很好的空刀 本来他是想跟队友 做脚下球的连接尝试 这个投球还是顶天了 跟艾文斯的对抗 另外一点就是吴兴涵 吴兴涵还有晶晶道 因为这两个球员 今天他是菱形中场的 两个边前卫 但是两个人现在呢 尤其是吴兴涵拉得比较靠边 当然这也是跟他的这种 突破能力强的特点有关系 但是这两个人其实也非常关键 他们是起到中场的一个 衔接者的作用 是起到这样一个桥梁 桥梁球员的作用 他会把边后卫 还有前锋衔接起来 所以这两个 发挥得好 中国队就会很平衡 对 所以这两个人 他们两个位置 我觉得也可以更加活跃一些 有一个位置都有互换 轮转 吴磊 脚下状态不错 吴兴涵还是一对一 面对着基图瓜 第一下抹了过去 关岛队的鞋防呢 在这一侧拉骨塘的速度 确实比较快 因为现在吴兴涵这边 经常特有突破 所以关岛队的球员 对这边的防守啊 这种叠加 是吧 有更多的这种层次 所以这个 其实恰恰也是 中国队进入那一机会 那这样的话 吴兴涵 他的个人战术 能不能有一些变化 对 编路队员尤其意识到 自己能吸引对方 防守兵力的时候 及时转移才会更大的 创造战术价值 另外现在张细哲呢 因为对方现在是密集 在中路的防守 所以张细哲这个位置 现在也变得尤为关键 就是他的选位 他的跑动 能不能给同伴 创造空当 同时自己 找到这种进攻的空间 艾克森转过身了 但是没有起脚空当啊 他看到 类部空当 无垒的位置 在这个区域呢 现在艾克森 张细哲拿球 关导队员呢 也不敢做动作 他们害怕在 直接面对球门的位置 给定位球 这二十六分钟 现在中国队射门次数不少 门前的机会也有 但是开场这个阶段 关导队呢 其实他们也是攒着一股劲 体能状况也比较好 但是这么消耗下去 其实对关导队来说 这场比赛 越往后会越困难 所以中国队这种 持续给对手的这种压力 一定要增加 第一落点 第二落点的拼场 由攻转手之后的 这种就地的反抢 前场的这种压迫 这都是非常关键 你会一点点通过传球 通过这种逼抢 来消耗对手的这种体能 还有这种精力 比赛是一个整体的过程 但是将近二十八分钟的比赛 应该说关导队员 在防守的组织上 其实到目前为止 做的还是不错 艾文斯 他的抗击打能力 比在这个组第一回合相遇的时候 要强一些 精进到 给无锡 张锡哲 艾文斯可能已经数不清 上半场 他顶了多少投球了 在这个位置 如果他不能够起到 第一点的保护作用 那么甲一 门将甲一能做的 就非常有限 对手现在的进攻能力 非常有限 所以现在我们两个中后卫 已经顶到了对方的半场 那这样的话 其实我觉得无锡的位置 他是很关键 他今天是出现在单后腰 就是440 单后腰 他这个位置 防守非常关键 但是其实现在 对手没有进攻的话 无锡的前叉的特点 是不是 有些时候 可以跟精进到 有一个轮转 有一个轮换 那这样的话 无锡的位置 其实往前 突然前叉的话 多一个攻击点 可能效果也会更好 其实他就是指挥官 对 来帮助球队 决定进攻的方向 对 所以这个也是 也是这个442 这个零星中场战备的 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环节 无锡 单后腰 他可能要承担 更多防守的责任 补防两个边前卫 包括张锡哲 进攻之后 留下的一个空间 但是现在对手的 进攻能力有限 所以无锡的特点 看看怎么样去 更好的释放出来 马龙埃文斯 刚才为了限制 无力转身 在背后有一个 凶肯的犯规 中部队获得一个前场 位置不错的任意球 因为现在关岛队基本上不怎么进攻 所以现在对中国队来说 怎么样能更灵活地在进攻当中 把自己球员的 这种个人的这种优势 要体现出来 埃克森有一脚 埃克森 这两人一球 他还是挺找角度的 但第一下没有划过人墙 乱战 贾一还算反应快 把球控制住了 乌磊稍微得缓一下 刚才埃文斯在背后 对他犯规那一下 还是比较疼的 从现场我们看到 李铁他的手势 还是让队员往前压 要压制队手 这期国家队 在集训当中 虽然召入了五名规划球员 但是这场比赛 其实李铁在战术上 还是有很多自己的取舍 我们先看一下 到走路吴兴函 关岛队几乎所有队员 都退到了禁区线上 这个时候 看中国队怎么变化了 经历到 查瓜拉夫 为了缓解球队压力 只能直接开大脚了 王山超 这位就切得还不错 吴兴中路 他有远射的机会 但是这也是变化之一 这吴兴他前叉的特点 另外在禁区附近 这也是吴兴他的一个 主要的得分点 关岛队要换人 关岛队要换下安东尼文 这是首次代表 关岛队上阵的 20岁小将 韩国裔的安东尼文 打了30分钟被换下 Tip登场的是 另外一名年轻的中场 佩德蒙特 今天在右边路 吴兴安这一侧 给关岛队压力非常大 所以这边也会有一个调整 我们看这个安东尼文 气喘吁吁的样子 他可能打这样的比赛 他经验也不丰富 在封线上 他教练可能对于 他现在的状态 有点担心 把他换了下来 关岛队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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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下时间后 安东尼文 换上11号 代表华德鲁 退队压力 那比赛现在已经打了33分钟 就对方 关岛队对中国队的这种 进攻的线路 现在基本上 尤其是两个边路 船中封锁的还是不错 那这种情况下 对中国队的要求 可能就是进攻当中 你的战术变化 这个可能要更加丰富一些 即便是同样的 看一看 王胜超的套边 王胜超 现在中国队感觉 这个传球呢 有的时候有点追求安稳 过于看中落点 但是在球速上 威胁不是太够 这两个教练员 这场面很有意思 我们看刚才这个 关岛队的教练 一直做的手势 这边李铁之导呢 也是在一直向队员 示意着前压前压 大家传递着两种鲜明的 有反差的信号 张林鹏刚才也是插上的 边路套边 这边王胜超 我觉得可能这都是 进攻当中的 你的一些战术变化 因为如果说吴星函 持续这种突破的话 对方的一个是叠加的防守 对吧 2加1的这种防守 那可能在中路 艾文斯他的投球能力 比较强 如果换一换 王胜超的 无论是王胜超的内切 还是套边的话 那可能吴星函 他的位置就会来到中路 来到中路的话 增加一个包抄点 攻击点 可能对中部队门前 把握机会能力 也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上半场比赛的 应该说提到目前为止 中路队还在 进一步的去熟悉 在预选赛 其实已经比较熟悉的 这个对手了 因为这本身 就是在国字号球队 在AD比赛当中 恢复状态的一个过程 在经过这个 30分钟比赛之后 我们已经非常了解 对方的这种站位打法 在这个方面 队员在场上 如何去变化 如何去选择 一个是通过这种 传递创造空间 一个是通过这种 有威胁的这种 渗透性的跑动 给同伴更多 传球的一个落点 那么同时你的速度 传球的速度 跑动的速度 进攻的速度 可能都要加快 那这样的话 你才能打破对方 这种密集的防守 观点队员的整体队形 在一步一步的 往中间收拢 中国队在两侧 还是有非常大的 控球空间的 我们现在需要有一些 随机应变这种变化 这种灵活性 我觉得要加强 就是张熙 哲 吴希 埃克森 吴磊 尤其几名中间 位置的球员 尤其是一对一的时候 对 因为对方这种防守呢 经过三十多分钟呢 也形成一定默契了 在单点的爆破上 中国队需要有一些 能够搅局的攻击点 又一次搅球 中落 点不错 埃克森 其实定位球的争顶啊 中国队今天优势非常大 埃克森 关导队两名 封线上的洛佩斯和克莱顿 佐藤回来 协防都没限制住他 唐淼 上半场比赛在右路呢 机会很多 好的 吴磊敲给唐淼 再做到中落 这球 吴希打得稍微着急了点 但是配合打出来了 对 唐淼在边路跟金晶道的一次配合 唐淼的套边 然后吴希的突然前插 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变化 对吧 他就是从中落这个区域 没错 因为对方现在基本没有进攻的话 那吴希你必须要把他进攻 前插能力强的这种特点释放出来 这个球最后还是没有打正部位 但是整个配合的线路 还是很清晰 边路 中路 斜回船 上半场比赛提到目前为止 中国队有十脚射门 但是只有三脚射正 这就是我们现在需要提升的 关岛队目前还没有射门 场面的优势 控球率的优势 全球次数的优势 怎么样能转化为进球 怎么样能转化为胜势 另外这个效率 我们必须要提升 关岛队主教练徐东元 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他知道客观上 这场比赛 关岛队想赢是非常难的 几乎不可能 但是中国队想轻易的赢关岛 也没那么容易 至少上半场比赛 关岛队这个铁桶防守 还是给中国队带来的 比较大的阻力 毕竟这是500多天之后 又重新回到这个球场上 所以对这个国家队球员来说 他肯定也需要 一个适应的阶段 那么同时关岛队 在上半场这种 防守的过程当中 他的体能 可能也会出现一定的下降 下半场的时候 所以这也是中国队 需要通过换人调整 或者战术调整 来改变的一些进攻的方式 黄生超 敲给走了吴兴涵 看转过来有没有 好球啊 打穿了 打穿了 周磊终于在中路 形成了一次漂亮的地面配合 38分钟 2比0 金镜道 这就是变化 吴兮来到近区附近 这个最有威胁的区域 同时金镜道 是吧 从边路来到中路 突然的前插 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段时间 关岛队的队员在密集防守的时候 这个区位置 他不太敢做动 我们再看边路 吴兴涵来到中路 很冷静 打到艾文斯的身后 对 即使他人数 中路人数再多 但是他也总会有这个 露出防守的一个空间 恰恰就是在两个中路之间 所以这一次也是吴兴涵没有选择边路的外线突破 走内线 跟中路的一次配合 所以这个足球比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你的随机应变能力 你根据对手的这种站位 你根据对手的这种位置选择 随时来调整自己的战术 无锡两次前插 一次进区内 有射门机会 一次助攻 这个金镜道 金镜道 吴兴涵两人的打法 现在慢慢慢慢也会有些调整 也会有些变化 我觉得这就是球员在场上 他对比赛的一个理解 对比赛的一个阅读 这个进球的过程 能看得出来也是中国队在进攻配合当中 放松下来的一个过程 机图瓜在试图摆脱的时候 跟王神超有一个相撞 就是在无球的时候 中国队目前做的也还是非常出色 没有给对手太多的全球的机会 确实在经过三十多分钟比赛之后 中国队一点点的再进入比赛的状态 这种放松的过程 其实作为主教练李铁来说 在他排完首发之后 他也没办法 这需要队员在场上通过比赛去调整 对 但是李铁他也在场面 不停地给队员再作出一些变化 对吧 让球员往前压上 同时在脚球的战术上 也是做出了自己的一个指导 查瓜拉夫这个球自己没控制好 是个犯规 他是关岛队今天首发的队员当中 相对来说比赛经验最丰富的了 今年三十岁的查瓜拉夫 明显慢了 这是还亮了 鞋听 没吃牌已经算是裁判 给他网开一面了 再给吴兴涵 好的 船中落 还有 有了刚才的变化之后 鸡途瓜在防吴兴涵的时候 就有点慌乱了 因为他知道吴兴涵有更多的变化了 因为现在两个边路 中国队的打法还是不大一样 左边的吴兴涵的个人通货能力比较强 基本上由他来完成最后这种底线的传终 右边路呢 唐淼的助攻 金星道的控制 给唐淼更多前插的机会 其实呢王神超这一侧呢 他也有助攻的能力 关键怎么样能协调好 两个人在这种进攻套边 或者内切的这种时间点上 如果有一个相互的更默契的这种配合的话 蒋光泰稍微有点大意 对方的前锋洛佩斯上的这一步还是挺快的 蒋光泰是今天首发的中国队后防线最年轻的队员 他今年27岁 他的一对一防守能力非常出色 连赛表现也非常出色 还是给他着急了一些 因为从上半场的观导队的站位来看 中国队在中场区域拿球的时候呢 他们这种深度防守其实基本上在大气局线附近 但是在大气局线附近跟门将甲一之间 还是有一个明显的空间 这种传球像刚才张立鹏的传球是完全可以尝试的 尤其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对方防守阵型 没有组织好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 我们要对这种进攻的节点把握 对进球的节点把握 这个一定要自己的预判 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赛感觉的非常关键的问题 可能刚上来之后还是有些紧张 还是有些这个配合的不默契 但是打过30分钟之后 这个必须要提升上来 中国队迅速的先把球转移到前场 无垒 今天无垒对于前场机会的把握和控制 能够看得出来刘洋给他带来了一份额外的自信和从容 他状态非常好 这个球呢明显是关倒队员犯规了 脚下半个了一块 但是今天吴清涵呢 他自己也非常坚决 只要这边面对对方这个防守球员 他自己也显得非常粗 逐渐把感觉打出来了 但是现在就是吴清涵在突破之后 一个是他的全中质量 一个是造完对手定位球之后 我们定位球把握的能力机会 这个也是要加强 找前点 对球的意图呢被对方识破了 对方这个右边意味五号机图瓜 被吴清涵这段时间 机图瓜倒在了地上 中央的进攻没有停止 吴锡调整 看样子机图瓜 刚才是跟吴清涵那次拼抢当中 办完之后好像 但是你看这个配合 对啊 蒋光泰的回敲 线路还是很清晰 无锡的检查 就是无锡在三十分钟之后 慢慢慢慢他的位置提前了 因为防守压力并不是很大 所以他必须要根据场上的这种情势 随时做出自己位置调整 应该是刚才办的那一下 对 但是基督瓜在办之前 其实已经挺累了 而远端的另一名 关岛的左边一位 他看样子体能状况也不乐观 上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是两分钟 因为从这个比赛的 上半场的过程来看 关岛队一直是处在一个 防守的态势当中 当然防守对体能消耗也非常大 尤其是体能还是精力 所以这一点上 其实下半场 对李铁指导来说 无论是战术还是人员的调整 可能我们都会获得更多的机会 这个高速回追 基督瓜本身他速度就不沾光 而且脚下有点打滑 刚才伴着一下 把他扭得可能不太舒服 这两个边一位 好像都出现了些问题 对 今天关岛首发的队员当中 像立昂森本 还有基督瓜 其实都比较年轻 而且国家队经验都不多 立昂森本是首次代表国家队上阵 所以这种情况下 又是在上半场比赛 基本上全线退守的情况下 他们的比赛经验 包括他们体能的分配 都会给下半场比赛 关岛队的防守带来很大隐患 最重要一点还是中国队 我们把自己的进攻 把自己的这种离铁车的战术 要发挥出来 从上半场整体的表现来看 还是略微显得有一点点的紧张 这是正常的 但是三十分钟之后 慢慢慢慢球员通过这个 彼此之间的这种联系 以及两个进球 这种信心慢慢慢慢也是增强 就看下半场 经过中场的数分钟调整之后 我们下半场 无论是通过换人 还是战术的改变 希望能打进更多的进球 这种状态上的发挥 大家不要误认为是因为中国队 面对关岛实力所造成 其实是队员们自己 给自己有一个要求 因为我们接下来这四场比赛 是一个整体的答卷 是一份整体的答卷 看一看 别落 唐淼 还是没有清出来 罗佩斯 张立鹏很从容地 把球重新反抢回来 唐淼 再做个配合 张立鹏 还是没有过 埃文斯这个点 上半场比赛 在主裁判西瓦科恩的哨音当中 暂时停止 凭借吴磊的点球 以及金进道的进球 中国队上半场比赛呢 暂时是2比0领先 但是这个上半场比赛的过程 其实中国队还有很多 可以利用中场休息 再调整的机会 下半场比赛 中国队应该能够发挥出 更从容的一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到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双方队员已经为下半场比赛 开球做好准备了 但是中国队从这个站位来看 我们在根据比赛 好 下半场比赛 关岛队先开球 关岛队下半场比赛 换上的李伟华 是他们的规划球员当中的 三兄弟之一 是三兄弟的弟弟李伟华 另外两名球员也都是 另外两兄弟也都是踢后卫的 但是今天 李伟成和李伟红两兄弟呢 没有进入到他名单里 看看阿兰上来 下半场比赛 中国队的进攻 会怎么样得到进一步的 加强和丰富 边路已经传过来了 交给阿兰 这个球呢传的 跟对方的后卫贴得有点紧 不好调整 唐淼上半场比赛在右路呢 奉献了多次传终 阿兰尝试了一脚射门 上半场中共队 在边路 获得过很多次 传终的机会 无论是早期传终 还是底线传终 但是从这个实际来看 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下半场换上阿兰之后 这也是要是增加一个 进区内的包烧点 因为在上半场的后半段 中部队的地面配合 逐渐的中路开始有 发挥的空间了 张锡哲这一漏 好的中路再做个配合 无锡 调回来 不过转过来 这个角度不是太理想 无心寒 无心寒 上半场比赛 凭借他左路的发挥 已经把他对位防他的击涂挂 迫使对方做出换人了 结果射门的时候 重心还是没有掌握好 那现在来看 下半场有可能会 打一个四二三一 这样的一个阵型 两个后腰 现在无锡 还有这个张锡哲 阿兰的位置呢 可能会打到前腰 吴蕾在右 吴兴涵在左 海克森 有一个节奏的调整 王神超 王神超上半场 他在边路 吴兴涵 突破能力很强 所以王神超上半场的工作 做的不是特别多 他比较轻松 对 但是助攻呢 其实也是他的一个特点 怎么样把他的特点发挥出来 这是他跟吴兴涵两个人之间 在边路 要形成这种默契 好的 这时候第一点的判断有点问题 其实过还是过得不错的 对 就现在张锡哲拉回来之后 跟吴兴涵形成双后腰 这种打法的话 如果一旦我们进攻 有明显优势的话 张锡哲跟吴兴 两个人之间会有一个轮换 让两个人把自己的 这种前叉的特点 也都能发挥出来 吴蕾在边路 吴兴涵在边路 埃克森挺在最前面 阿兰基本上是在 张锡哲 吴兴 跟这个埃克森之间 他是起到一个 桥梁球员的这样一个作用 这几个队员 如果都在自己熟悉位置上 跑活跑开的话 中国队其实攻击点 会非常丰富 关闹队员第一下的摆脱 做得还不错 替不登场的小江佩德蒙特 但是他在封线上 今天恐怕能够获得机会 是比较困难的 埃克森的犯规 撞倒了查瓜拉夫 查瓜拉夫是 关岛队的队长跟后腰 埃文斯 在回敲到中路 交给蒋光泰 无锡 居中位置现在就是张锡哲跟无锡 两个人在控制 张立鹏已经拉边了 好球 点不错 但是阿兰出场之后 就是在禁区中路 至少能保证三个攻击点 现在就是左边路这一侧 其实在进攻的时候 王神超的位置可以适当地再往前顶一顶 那这样的话 吴兴涵的位置可以更靠近中路 靠近阿兰 靠近埃克森 包括乌雷也是一样 在右边 他往里进 把边路留给边后卫唐淼 这样的中国队才能在内部空当 找到更多配合的机会 这是关岛队在边路 今天少有的突破 立鹏三本 在防守的专注度上 中国队全员做得还是不错 9号前锋洛佩斯 来制这个街外球 本阶世界杯是在凯塔尔进行 那么在亚洲区将会有 5个或者6个名额 因为还涉及到亚洲区12强赛 最终两个组的第三的胜者 去跟中北美加勒比的第四名打附加赛 但是在40强赛这个阶段 现在也有很多变数 对中国队来说 这场比赛就是 重新找到状态 开始不断拿分的 非常关键的第一场 一个是要拿分 另外一点就是 比铁知道的战术 就是在这样的正式比赛当中 怎么样能够执行好 怎么样能够让队员 能更充分地进入到比赛的 这种环境当中 更加了解比赛 按照赛程呢 中国队这场比赛之后的对手 将会是马尔代夫 接下来是菲律宾和叙利亚 张细哲 看了看中路队友的跑位 还是吴磊切到了一个 很有威胁的接应点 在阿兰上场之后 埃克森身边有了两个 在进攻端非常快的前插点 就是阿兰和吴磊 像刚才这种有角度的 这种斜线的传球 这种尝试也要多进行 好的 张细哲扣一下 转身直接打 旁秒接应上来 传球的速度还要提上来 上半场比赛 我们更多的是 通过找落点来 找配合的感觉 好球啊 好机会 阿兰 边后卫 前腰 以及后腰之间的一次配合 就是阿兰他出场之后 他所扮演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是在埃克森 张细哲之间 无锡之间 而且这是一次 三个人之间的配合 张细哲一角成球 虽然关岛队防线摆了 六名防守队员 但是阿兰还是很灵巧地 从他们的缝隙里滑了过去 现在对方防守是密集 尤其是收缩到中路 但是我们这就需要 中国队球员制造空间的能力 要提升 根据对手的这种站位 刚才这一次唐淼也是 二次进攻之后 随后来到中路 那些到中路 就是现在边路跟中路 怎么样去结合好 内部如何去利用 上半场比赛呢 中国队在定位球当中第一点 制造的威胁还不够 因为身高上我们有绝对的优势 所以定位球一般我们都会采用 发到禁区之内这样的打法 但是有些时候 你稍稍有一些战术的变化 对方可能就会 来 看一看 这下走开 漂亮 你看 下半场比赛 中国队利用对方注意力分散的 这下突然来了个变化 脚下配合 吴磊接到张希哲的横敲 帮助中国队将比分扩大 这应该是 中场应该还是有一些调整 对吧 我这话音未落呀 战术变化出来了 心有灵犀 对 其实到已经 感觉到张希哲的想法了 对 而且我们看这个球 其实球速正好 然后蒋光泰呢 也起到了一个挡拆的作用 需要有变化 足球比赛就是这样 关导队员当时还在思考 裁判所叮嘱的防高球 可能手上不要有动作 但是没想到中国队 突然打了一个脚下变化 其实这就是阅读比赛 这就是通过半场之后 无论是队员还是教练 在中场得出的一个 这样的一种选择 比分变成了3比0 随着比分的扩大 中国队将会踢得越来越放松 同时呢 其实在踢补席上 会有更多的队员跃跃欲试 对 还是中路连续配合 王神超的协防也非常到位 今天王神超的助攻 次数不多 但是他在防守段 对中场的保护 有些时候他会进到中路 对 王神超现在上来之后 吴兴涵的位置就要来到中路了 要不然两个人就挤在边路 互相限制活动区域 对 这个可能需要跟吴兴涵 两个人有更好的一个沟通 因为吴兴涵他主要还是 以边路突击为主 这种打法 而且这是他在国家队的首秀 对 他在这个集体当中 有的时候他可能更加依赖 别人的意见 但是他今天上半场发挥 应该非常出色 这个5号击突刮 已经被他突破的晕头转向 对方有个扛人的动作 就是需要他在国家队这个层面上 通过双半场的比赛 也需要做一些他个人的战术 同时跟整体之间 他个人能力跟整体之间 这种配合跟衔接 另外 其实任何一名队员 进入到国家队 一方面回报教练的信任 另一方面 其实要通过自己的大胆发挥 给教练也要带来一些战术上的心意 又是王神超 中路的斜防 今天在防守的专注度上 我们在丢球之后的 对对手的 一对一的拼抢 包括压迫的这种频率上 做的还是非常不错 所以今天关导队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进攻 中国队替补席上 首先 维士豪 可以进一步加强进攻的 除了阿兰之外 还有维士豪 他可能会跟这个吴星函 做一个对位的调整 两个人想法不错 但是在节奏上没有契合 对阿兰出场 阿兰出场的话 就是在这个进攻的层次方面 尤其是中场的这种站位方面 在对手后卫先跟前面之间 可能多一个接应点 多一个前叉的一个选择 因为吴星函 对位的调整 今天第一次代表国家队出场 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 吴星函 吴星函是在16年 被征召的国奥队之后 时隔5年 能够进入到成年国家队 其实这对于28岁的吴星函来说 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对 他也是参加过多次国家队的集训 对 看看这个时候 机会来了 门将也出来了 维士豪应该是想传的 但他上来之后呢 这个打法可能跟吴星函 在的时候又不大一样 吴星函是走外线边路突破 但是维士豪呢 他的特点就是内切之后 同阿兰 埃克森之间的配合 同时他还有一脚外围的远射 漂亮 现在下半场啊 中国队随着对方体能下降 会有更多在运动战当中 反切到身后的机会 这个时候唐淼跑的其实应该 还可以 逃的时间还不错 但是唐淼这个其实还可以 再等一等 再耐心 因为他可以看到 关岛队整条后方线的站位 对 船跑的时间 还要再精细一些 看着艾文斯的状态有点 这上半场他是在整条防线上 最忙碌的球员 弹跳啊 拼抢啊 投球啊 所以他的体能消耗 可能也会是最大 他甚至是今天门将 甲一信心的保证 吴磊 中国队现在调整之后 下半场比赛呢 在前场有四名 特点鲜明的前锋 面对着关岛队的整条防线 那么中场的传球 和中路的渗透 就非常关键 其实这个阵型 你看我们可以看 看作是四二三一 其实有些时候打着打着 也会形成四二四这样的一个攻击 非常鲜明的一个体系 回给张立鹏 现在中场的张锡哲跟吴希 两个人之间 其实就是一个纵向的战备 漂亮 吴希 很聪明啊 两个中场的连接 但是这次进球 你看这个变化 就是在韦志豪出场之后 王神超边路套边的特点出来了 韦志豪内切之后 把边路留给王神超 然后王神超助攻之后 传到中路 这可能 完整的切割对手进行的过程 对 然后吴希 他的前叉 就是把吴希的特点要释放出来 充分地释放出来 这是我们上半场 其实一直在期待的 就是中国队踢得很从容 对机会的把握 对线路的选择 很清晰 同时呢 门前这个机会 来得就顺理成章了 对 就关键还是我们自己的球员 无论是个人的战术 还是整体的战术 都需要有状态的变化 因为换上球员之后 他的特点不一样 那么 韦志豪出场之后 怎么去变化 王神超 现在是不是 王神超上的位置 越来越深了 关导队啊 右路的防守队员 在韦志豪上场之后 有点难受了 到底韦志豪往中路跑 跟不跟他呢 跟过来呢 自己身边有一个大的空档 同时在体能上的消耗也很大 虽然阵型没有变化 但是其实球员的特点 是让这个阵型 发生了一些改变 有个折射 他有内切 有远射 那么同时 他的那些远射 也是给边路 王神超 更多助攻的机会 这种阵型当中 因为球员不同类型 带来的变化 就恰恰是教练思路 丰富变化所在 张锡哲 有意识地兜到中路阿兰 这个球确实也不好停 这个球有点追身 有点追身是吧 他投球可能 直接顶的话 还有点别扭 所以选择停球 但是在这个空间的话 对 对 中国队准备联系调整 在场面准备的是尹鸿博 换下吴磊 换下吴磊 吴磊今天 一个点球 一个运动战的门前破门 在西班牙的这两年 吴磊不容易 对 但是他在坚持 收到了回报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 在预选赛当中 看到一个更加成熟的吴磊 更加全面的吴磊 尹鸿博替不登场 他稍稍有一些小伤 所以这个 李铁知道 已经是观察到这个情况 但是吴磊在场上 他的门前感觉 以及他的这种速度 依然是中国队 进攻当中 不可或缺的人物 真正的硬仗还在后面 李鸿博上来之后 中国队在中场 增加了传球手 唐淼这下突得不错 最后的传球 吴磊 吴磊跟张希哲 这两个人之间的 上下的这种轮换 也是非常必要的 那这样的话 张希哲可以在中场 利用他的这种传球 把吴磊的这种 前叉的特点发挥出来 现在尹鸿博登场之后 需要融入 他们俩的连接当中 这球在距离上 是个两拼球 所以防守方 还是先退回来 做个距离的保护 对 王神超 还是非常激情 如果扑的话 对方一扑就很难补救了 其实有的时候 后卫在这种 占据控制优势的情况下 一对一防守 需要这种冷静的判断 你必须要专注于这种转换的时刻 不论是进攻还是防守 下半场比赛 下半场比赛 唐淼这个传球 基本都砸在了 李伟华跟艾文斯的脑袋上 但这种球呢 他倒是 这是他的一招先 对 张立鹏在传 漂亮 这球 找到了 艾克森 换了一个传球手 换了一个传球手 就是因为我们中路 还是有这种人数的优势 所以这种传中呢 可能 短时间 对手 注意力集中的时候 会封堵出来 但是你尝试些这种 狂轰乱炸的话 对手也是非常难受 角度 速度 落点 都有变化了 下半场比赛 中国队 彻底放松下来了 对 你的 这是早期的传中 底线的传中 我们尝试了很多次 但这次 张立鹏的传球 球速很快 对手 优势5分钟 5比0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 这场比赛 需要更多内容了 因为接下来 这三场比赛 连续的过程 是中国队在40强赛 剩下要交一份 完整的答卷 对 李铁需要利用 接下来的时间 把他想做的演练 或者是对于 球员状态的考察 做进一步的调整 因为从开场 开场时期的 那个短暂的紧张 到30分钟之后 慢慢地放松 以及下半场 这种调整的成功 我觉得现在 一点点在尝试 配合的节奏 已经越来越连贯 对 埃尔克森 连续的敲球侧影 这个时候 中国队扯动对手的能力 比上半场强了很多 边中结合的也好 阿兰 防守队员一直在贴着他 但是呢 虽然这下对方是犯规了 但是球还是中国队控制 而这个阶段唐淼这一侧 我们看跟张临鹏两个人之间 唐淼来到中路 把贝恩路留给张临鹏 对 控球比重中国队 百分之七十六对 百分之二十四 这场比赛的数据呢 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过分地夸大 因为在这个组当中 管导队客观上实力也是最弱的 中国的关键是在这场比赛 及时地找回 在国际比赛当中应该有的状态 一个是状态 一个是感觉 另外球员之间通过这样的比赛 能更加了解 配合也更加默契 另外像李铁知道 他的一些战术 在比赛当中 怎么样通过球员的这种表现 执行下去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阵型变化了 球员在场上 我觉得各方面的适应能力 还是非常强 感觉下半场60分钟以后 大家才真正找回联赛当中 各自熟悉的那个状态 好的 张希哲 这球给的穿透性非常强 拧波 好球啊 中路空了 埃克森 这下 再补 埃文斯解围的 对手体能下降的速度非常快 尹鸿博 因为尹鸿博出场之后呢 他的特点跟吴磊又不大一样 对啊 吴磊门前边路 突击速度 这是吴磊的他的一个强项 尹鸿博呢 他是属于在中前场之间 这个两个线与线之间的这种衔接 他的变化和节奏感更丰富 对 因为上半场的比赛 这种4-4-2 尤其是菱形站位的话 对方关导队 后防线跟前面线之间距离非常紧密 所以张希哲的特点 不能够完全释放出来 不能完全发挥出来 那下半上吧 张希哲跟吴磊的位置 两个人在中场 一个是这个两个中前位 那么同时两个人的自由度 有一个协调 相互的这种纵向的这种单位 张希哲渗透性的传球 吴磊这种渗透性的前叉跑位 都能够发挥出来 所以说我觉得下半场这个变化 尤其是阵型的变化 对中国队的发挥 也是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刚才嘉远也谈到 这个接下来的对手呢 一个可能比一个要更强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场比赛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东西 要把自己练的东西 要发挥出来 想法还是不错 稍微伸了一点 尹鸿博士 他是属于脚下持球型的球员 他持球能力通过他的脚下变化 连接同伴 把前场球员紧密地衔接起来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所以更多他的传球还是要交给他脚下 他的登场某种程度上呢 其实能够更好的解放无锡跟张锡者 对 比赛马上来到70分钟 光导队 对替补席上可做的选择不多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对他们会越来越困难 看看反击 看看反击 维扯豪准备一对一生吃对手 角度比较小 但还是想射门 维扯豪这两个赛季呢 在联赛当中虽然他有伤病的影响 但是他的门前感觉越来越好 另一方面呢 性格在逐渐成熟 所以在这一个预选赛周期 维扯豪能不能扛起大刃 从这场比赛开始 也是一个新的考察阶段 角球 每个球员都保证自己的 这种比赛状态的话 他会让整个球队的整体实力也会提升 毕竟你个体的这种能力特点的发挥 才会有整体进攻这样一个保障 球队最终还是要比拼的是一个合力 这是一个综合的过程 其实世界杯 在这一届的世界杯预选赛周期当中 全球总共是210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赛队 在竞逐 这就是大家综合能力的一个比拼的过程 这也是足球的复杂所在 往中路走 身后的机会 尹鸿博这一次前叉的时机 选择的还是不错 张希哲这种斜线的传球 效果也很好 但是尹鸿博最后跟阿兰 还是相互之间有一个有点犹豫 所以说没抢第一落点 这个球一蹭到草地上 球速就加快 在中国队的Tip7上 我们看到张玉宁也准备上场 这场比赛教练度 应该是要把国家队的18门兵器 都拿出来 擦亮一番 因为这个比赛 我想一个是实力 我们占据明显的优势 另外一点 这场更多的球员来到球场上 适应这种比赛的节奏 适应比赛的环境 因为接下来 每一场比赛可能 苏州奥提中心都会来这么多的球迷 这恰恰是隔了20个月最大的不同 对 所以说这对球员来说 每一个球员 包括场边的替补权 都要尽快地适应这种节奏 每个人替补出场之后 都要尽快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融入到比赛当中 明天和张玉宁 两名球员在场面准备 还是远距离的传球 这就是韦志豪 他需要加强的一点 就是左脚的传中能力 对吧 因为你现在内线这是你的特点 但是走到外线之后 边路传中的能力 这也是需要提升的地方 换一下埃克森 这边我们看到 从场边 当然镜头没给 从场边我们看到 关导队的球员已经抽筋了 张立鹏 刚才也是跟明天一直在交流 就是作为有丰富国际比赛经验的张林腾 他必须要把自己在场上的一些经验 跟年轻球员要交代 这恰恰是国家队和俱乐部最大的不同 要起到这种传帮带的作用 对手现在防守 尤其两个内部的空间暴露得非常明显 关岛队有队员没法坚持了 走路都费劲了 15号立昂森本 小将今天在关岛队的首秀 但是他防守由于太拼了 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不合理 另外在边路本身消耗就大 对 今天边路 因为他是打这个午后卫 尤其是边一位 他身前的保护没有 几乎是没有 所以这边无论张林鹏 还是金晶道 这个下半场的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唐淼 对 这轮番的冲击 明天又上来 这个配合 虽然对方在中路密集防守 但是你通过这种传递 冲过这种撕扯 一样是可以撕破对手防线 传球跑动 时间 这是下半场那个 非常漂亮的战术定位球 吴磊的第二球 对 就是现在还是 我个人觉得 虽然现在对方后防线 漏洞比较大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一点点耐心 就是传球的准确性 就是现在每个人可能都想传出 很有威胁的那最后一脚传球 但是这种传球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通过我们 像刚才那几次配合一样 进球的配合一样 更多的一种传递 让对方在疲于奔命的这种移动当中 出现失误 这个小家伙 立昂身本看来 斗志还是挺强的 今天有将近三万观众来到了现场 回来了 大家对于这种现场的感受 真的是期待已久 我想更多的还是对中国足球的支持 立昂身本也回到了场上 中国队可以多打一打右拢 没错 其实给了明天发挥的机会 因为对方刚抽筋完 现在如果加速的话可能都跟不上 拉骨糖 关岛队这批队员呢 大部分在关岛队的阵中 出场的次数不超过十场 本阶赛事其实也是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 无锡 看到右路有开阔地 明天这球传得不错 中路 阿兰 阿兰的起跳时间其实还是非常合适的 你看他这个起跳时间几乎是在对手 还没有起跳的时候 他已经提前预判了这个球的线路 所以他起跳时间很好 但是最后可能击球这个部位 稍稍顶得高了一点点 这其实也是心态的反应 毕竟是他的首秀 想收获进球 阿兰 上半场我们也谈到就是现在正式处在 我们的联赛间隙期这样一个阶段 所以球员的体能状态 也是在最出色的这样一种时间点 经过赛季初的准备期 打了 明天为什么没有传 其实这个球传的话就是递进了 但是之前我们看无锡的这半角出球 非常漂亮 很通透 他已经观察到队友的位置了 张锡哲 下半场比赛 张锡哲 有了大范围活动的机会 这个球 对方的门将 甲一还是做出奋力一扑 所以说好 打的角度也很有危险 对 这脚左脚身份打的还是真不错 但是今天这个比赛 你看打到这个80分钟 就是无锡这个位置 我觉得可能 一铁之导再琢磨一下 他究竟是在后腰 还是在边前位 或者是前腰这个位置更适合 因为他现在有很全面的能力 对 就是他的前差 尤其是他在这个禁区 就是红区啊 禁区湖这个区域 他的力气要更大 坐过来 明天 调到自己的左脚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 年轻球员啊 有些时候 像刚才的射门 这脚远射 其实有些时候 他还需要再耐心一下 他还想证明自己 对 还需要耐心一下 魏志豪也换到这一侧来了 这个阶段 中国得连续换人之后啊 因为有一些 在国家队经验 不是太丰富的 队员上场之后呢 这个节奏其实又不如 刚才那个阶段 控制得好了 这也是在每场比赛当中 教练组要不停地调整 跟赛后总结的 一场比赛的结果 远不只是分数和进球 那么简单 对 只是吴磊 在场上的几次 非常出色的表现 跟同伴的配合也非常默契 张雨宁 面对艾文斯 艾文斯已经有点 体能下滑的跟不上了 英文波敲回来 还是张林鹏 他现在是一个中场 敲亮性的球员 对吧 通过他 他的一种传递跑动 把全队的进攻球员 紧密地衔接起来 这种类型的球员 在任何一个球队呢 都是能让球队的前后场 得到很好的连接的 又要射门了 踢不登场的 这几名封线球员 得分欲望都非常强 像尹鸿博呀 像阿兰这些球员 韦史豪 他们都是具备改变进攻方式 这样类型的球员 所以就是这些拳出场之后 那场上 场上这些拳 那怎么样根据他们的特点 再去做出相应的这种变化跟配合 这可能就是需要 我们在面对不同对手的时候 李铁之导给球队 需要灌输的一些战术想法 这场比赛双方的跑动距离 关岛队是92.1 对中国队的90.1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 中国队对关岛队的调动呢 还可以更充分 当然另一方面了 关岛队今天基本上 是被压制在球门前 他们再怎么跑 也就是在这个区域活动 因为这个比赛 关岛队它的进攻能力不强 所以对中国队防守的考验 不是特别大 今天这场比赛更多的 还是要检验 中国队进攻的一些变化跟套路 球员之间换上场之后 对李铁教练 他的这种战术 能不能更好的执行下去 对 无锡 这个传球很隐蔽 调整下来张亦宁 先护住 扛住对方的后卫 三个人包夹一个 对不过外围 中国队还是反抢下来 回车 能拿住 扫过来 漂亮 阿兰 阿兰 这就是射手的感觉 他上场之后 其实非常兴奋 几次都是差之毫离 这一次 他没有错过机会 这一分变成6比0 这是阿兰代表中国队的第一个进球 非常兴奋 阿兰这个球的准备 对时机和线路的把握都很准确 看上去是打空门 但是跑位非常关键 对 另外一点就是 还是在进球之前 倒数第二传这一下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很耐心 这完全把对方的这种防线 是打穿了 阿兰也非常兴奋 全场都喊着他的名字 对 阿兰其实不止一次表达过 他参加世界杯的渴望 以及代表中国队的这种欣喜 所以在场上通过进球的方式 来融入这支球队 是他最好的融入方式 中国队现在6比0领先关倒 在本组的预选赛首回合 当时中国队是7比0击败了对手 这全场球迷都在喊李铁 那现在李铁上不去 他是教练 比赛来到最后的阶段 中国队在外 在禁区周边呢 已经连续的进行了多角传递了 观导队的整体队形啊 不断被压缩 无锡 蒋光泰都已经快到禁区狐了 无锡 有机会 停下来冷静处理 哎呀 对方已经乱了 张锡哲 非常准确的斜线传球啊 找到了前叉的明天 这个球的二次调整呢 被艾文斯有一个干扰 对所以我们下半场这种张锡哲的位置啊 适当的回撤之后 就是他的这种传球的特点 看看明天 张立鹏还是找后点 百度回来 明天 下半场张锡哲和无锡 其实都获得了更多纵向来回穿插的空间 他们的传球也在两侧帮中够创造很多机会 洛佩斯 今天他在前锋线上很难有机会 也很难有作为 关键还是下半场这种中场的调整非常成功 就你中场完全占据了这种优势 而且这种优势是在于战术上 张锡哲跟无锡两个人 各自都能把最佳的特点发挥出来 张锡哲他在外围的这种传球的准确性 他的调度 无锡的突然前插 所以整个这个进攻在中路这种节奏打开了 还是张锡哲继续往里渗透 不息 下半场我们抓住了越来越多的空档 好球 中国的投球阿兰 再进球 7比0 阿兰下半场踢不登场没开二度 中国队在连续换神之后 有过那么短暂的一段时间 节奏好像有点乱了 但是很快又找回下半场应该有的节奏 维士豪传给阿兰 来了个漂亮的回头望月 而且我们看在这个阿兰身前 还有张锡哲两个点在做掩护 就下半场边路 中路 包括内部完全打开了 当然对方的体能下降的也是非常明显 上半场这种高强度的防守让他们体能下降的太快了 但是我想更重要一点还是中国队在中场调整之后 队员在场上踢得更加自如了 就把特点也都能充分发挥出来 无论是教练组还是现场和电视机前的球迷 最希望看到的是中国队能够在国际比赛当中 打出自己真正放松的比赛内容 来获得我们想要的结果 不管对手是谁 必须要把自己的特点先发挥出来 你只有这样的话 你在面对不同的对手的时候 你才能更多地去跟对手这种硬碰硬的较量 查瓜拉夫 冠岛队员无论是防守队员 还是中前场的队员都已经筋疲力尽了 苏州赛区接下来将会承担 在A组当中各支球队接下来的预选赛的赛区任务 中国队下一个对手目前看的是马尔代夫 接下来会对任菲律宾以及叙利亚 稍微大力点 现在在对手三条线脱节这种情况下 你看张希哲 还有这个尹鸿博就他们在这个线一线之间 三本这柄小将今天也是拼到了极致 这是他第二次抽筋了 这种咬牙坚持的拼劲也是值得尊重的 其实跟我们以前印象当中的关导队相比 这支关导队还是有长足的进步 尤其是它的防守体系组织上面上做的还是非常严密 无论是亚洲足球还是世界足球 其实一直都是非常残酷的竞争环境 关导队也在按照他们的 也在按照足球规律 在发展他们的足球视野 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我们设定的方向跟路线 更加勤奋的前进 下半场比赛的伤听补十四分钟 明天 连续变相之后 其实传球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但是明天我感觉他上来就想得一分 年轻球员有这个冲劲 这也反映出其实不管对手是谁 国家队的机会永远都是珍惜的 这是一个团队 无论是今天坐在替补席上 还是没有进入大名单的 甚至是很多在为外卫赛做准备的这些球员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 都是中国足球的一部分 甚至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三万名球迷 电视机前关注中国足球的这些球迷 让他们满足和电视机前的球迷满足 也是场上这个团队其实最大的满足 你需要努力 你需要努力才会带来改变 明天机会又来了 这场比赛明天替不登场 但他不想把机会留给明天 他想今天就抓住机会 这种努力是会上瘾 尤其当你尝到甜头的时候 所以我希望 我们也希望中国队这些小伙子们 通过今天这场比赛能积累信心 同时能在场上 把更多的这种个人的特点也好 或者整体力铁教练 他的战术设计也好 能在场上展现出来 一场比一场 一场比一场比赛要有难度 但是我们也希望能一场比一场打得要更出色 为什么还是选择了射门 没有任何一场比赛是孤立的 这场比赛你发挥好的方面 也许就是对手正在角落里研究你的这些特点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变化 所以这四场比赛 就像一张试卷上的不同的提形 中国队需要的是更完整的输出 罗佩斯 要注意情绪 明天要注意情绪 对方已经是筋疲力尽 在身体对抗下失控是正常的 但是明天是替不登场的队员 他的这股拼劲要控制好 罗佩斯是跟明天有一个身体上的冲撞 但两个人完全是在不同的情绪状态下 起得冲突 明天上来想封堵 因为罗佩斯踢空了 他已经体力不支了 动作走形 所以两个人呢 明天要控制一下 这就是年轻球员比赛的经验 刚才吃了一张黄牌 比赛呢也随时会结束 罗佩斯也吃了一张黄牌 主裁判各打50大板 好的 来自泰国的主裁判西瓦科恩 吹响了比赛结束的哨音 在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的第二阶段 中国队面对关岛队的第二回合 中国队7比0 再次获胜 这是在40强赛我们剩下四场比赛开始的第一场 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说 胜不交败不哪 真正达到我们要达到的任务 完成我们的目标 才是我们在这个阶段真正要完成的重要事业 是的 没错 中国足球请继续加油 我们感谢今天收看这场比赛的所有球迷 也感谢现场的三万观众 观众朋友们 我们在苏州奥体中心为您送上的现场解说部分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支持中国队